二叔, 你還沒接種冠病疫苗? 還要考慮一下, 好吧 再見 A.A. 向雲你好 部長你好 剛才聽到你提起疫苗的事 我二叔到現在還不肯接種疫苗 其實對年紀較大的朋友來說 接種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不僅是保護自己 也同時會保護家人 如果沒有打針又得到冠病 病情一般都比較嚴重 我二叔聽別人說 有些人接種疫苗後, 同樣會染病 所以他們對疫苗的效力沒有信心 其實這種機會很低 而且打針後才得到冠病 病情一般會輕很多 就像我們外出, 忽然之間下大雨 如果沒有傘, 就全身都濕透了 但最起碼有一傘 最多是手腳上滴到少許雨 所以有傘肯定比沒有傘肯定好 但而預約很麻煩 我現在很方便 我們全國有接近四十多家的接種中心 那些六十歲以上的朋友 他們隨時都可以去打疫苗 都不需要去預約 你要快點跟二叔說 有超過七成的新加坡人 像他那樣的年齡 已經接種了 或者很快便要接種了 這樣疫苗會否導致老人家 心臟病發或中風呢 我們的衛生科學局做過研究 結果是有打針、沒有打針 心臟病和中風的病例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我要跟我的二叔說 希望他跟我一樣 放心接種疫苗 是啊, 疫苗雖然有效 但如果身體有什麼不舒服 就算打針了 都一定要盡快去看醫生 沒需要的話就不要出門 那如果真的需要出門 就一定要記得戴好口罩 嗯 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大家合作, 一起對抗疫情